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险7203上演 分家了 封丸到哪里 它就跟到哪里 封丸进去 所有的蜜蜂就跟它进去 开始肿了 你看 肿了这么大 他在云南的深山里寻找奇特财富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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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一个 这是一个标准的小官方 你做假的做不了 你看到了吗 有这个命 来 撕出来 就叫学姐吃吗 对 感觉怎么样 美 一个男人身上究竟有怎样令人唏嘘的财富人生 欢迎收看知福经 毕天祥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曾经很有钱 但是不幸的是 有钱之后 心态也跟着膨胀了 有点得瑟了 有专人做发型 有专人给做衣服 女朋友 那必须得找漂亮 结果有一天他的企业破产了 为了躲债 他甚至跑到了一片坟地里藏身 有人说他的故事比小说还要传奇 的确如此 他从那片坟地里走出来之后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商机 而且找到了一个好媳妇 2004年大年初一 一大早在沙马村后山的坟地里 坐起来一个人 我说我还是活着 要坚持活下去 这个从坟地里坐起来的男人 就在一年前还躺在奢华的大房子里 每天都会有人专门帮他做头发 准备衣服 每天早上八点准备到我家 把我的头发做好 发现做好就到更衣街 另外一个就把我的衣服拿出来 好 穿着一套衣服 他就把衣服弄好 曾经的碧天祥 有人有最心爱的女人 漂亮的 漂亮就行 那种心里就是说 反正是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只要有她 大年初一的早晨 毕天祥为什么会从坟地里坐起来呢 应该说在那个电视联系机里面 我都没看到这么传奇的故事 人生的经历 2018年4月 记者采访的时候 毕天祥要带记者去找一样东西 他说就是要找的这一样东西 重新点燃他生命的希望 让他在2017年销售额达到700多万元 这里的山坡几乎是直上直下 只要没站稳 就会直接掉到山下 在勉强找到了一个可以站脚的地方之后 记者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 我先看到没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清楚 虽然在路边 但是是在路边很高的一个山崖上 然后这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然后这个很大的石头 下面藏着一个 就一般人是上不来这种地方的 这是一种生长在云南的大山里的蜜蜂 当地人叫它小挂蜂 通常小挂蜂会把蜂巢住在树枝上 用草将趴在蜂巢上的蜜蜂扫掉 一个造型独特的小挂蜂巢 慢慢显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小挂蜂 你看到时候这个不算太大 这已经很大了很漂亮 你觉得很大了 但是不算太大 比这么大的还有的 你说这样好的小挂蜂蜂 容易吗 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找 因此好的人能找到个四五个 因此不好的一天能找一个 也找不到 找蜜蜂的人非常辛苦 找蜜蜂的人不但辛苦 还要有飞檐走壁的本事 每年三月到九月 碧天翔要发动上百个会找小挂蜂蜂蜂巢的人 帮他寻找 这种造型独特的蜂巢里 到底有什么吸引碧天翔的财富呢 你看上去非常大的一个盘 石子上 下边是蜂蜂蜂蜂蜂蜜只这么小的一点 你看 你看到了吗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是没有蜂蜂的 从这边到这里是没有蜂蜜的 是蜂蜂 拿到一个完整的蜂巢之后 当地人会将蜂蜂的部分割下来放回原处 这样就能保证蜜蜂能够继续繁衍 而剩下的部分就全部是蜂蜜了 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蜜 有这个蜜 拉撕出来 就这样直接吃吗 对 这个地方特别想上去舔一口感觉 对 满满的都是 你先尝一下怎么样 一大口 一大口就咬下去 一大口咬下去 不想吸 这个可以吗 感觉怎么样 美 这个地方是我刚才吸的地方 就把嘴放上去之后 就跟很多吸管同时在吸 就直接把这个蜜 从这个最原始的地方就取出来了 如此独特的小卦蜂蜜 碧天翔在销售的时候也非常特别 如果我们把它摇拆 大家买回去 不知道 我说小卦蜜 但是他也不知道 如果是带上像这样一卖 人家感觉 哇 太好了 种好的 你做假的做不了 你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小卦蜜 就是像这样一头一头地卖 2017年 碧天翔发动了云南省内上百名找蜂人 共收购小卦蜂蜜9吨 每公斤售价300多元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当年那个从坟地里走出来的碧天翔 如今不仅靠着各种各样的蜂蜜 一年销售额共计700多万元 而且收获了一段 让很多人羡慕的爱情 一堆鲜花查到牛粪上去了呗 大家都这么想的 我说好啊 查到牛粪上 刚好牛粪营养丰富嘛 就把些花一来一漂亮 一来一郊艳了嘛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很怪异的呗 第一次见到知道我们是夫妻的时候 都很惊讶 一般人很难想象 在眼前这个黑黑瘦瘦的男人身上 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毕天翔出生在卢西县的一个遗族山村 兄弟姐妹八个 2002年 毕天翔抓住了一个商机 开了一家饲料厂 一下子发了家 然而穷惯了的毕天翔突然有了钱 这让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爆发费 这知道有钱 有几个大的沟厅经常是我们包了 有钱我买的 我一天一万多 我可能花了一半多 腰包骨了 腰杆子也跟着直了 毕天翔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提出了要求 虽然我长得非常丑 但是我一定要找漂亮 男人要长得帅嘛 男人就要有能力嘛 对不对 有本事 2002年 毕天翔终于和自己心爱的女孩结了婚 我说我的妈 我终于找到了 真的非常感动 真的感动了流出路了 我这三年终于找到一个我相爱的人了 左手美人 右手才 毕天翔感到简直没有人能比他的人生更完美了 然而日子是好 可惜只持续了四个月 天要让你迷惘 首先让你疯狂 真的疯狂了 也让你迷惘了 生活中肆意挥霍 经营上也全靠一拍脑袋 由于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毕天翔不仅破产了 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几天之后 妻子也提出分手 喊着灵说了 我说可以的 可以分手 我说为什么 在我困难的事 你提出要跟我分手 我会分的 但是有些的事 你提出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不会分 我也不愿意连累你 乌漏偏逢连阴雨 大难临头各自飞 回到自己老家那个穷山沟 要债的人三天两头上门 村里人把他当瘟疫一样躲 所以你说我走到什么地方 头都是跟着 不敢抬头 没法抬 你抬起头来感受 低着头做人 毕天翔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做人抬起头的理由 怕连累父母 毕天翔躲到了附近的山里 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 2004年大年三十 毕天翔实在想家 然而刚刚摸进门 就被要债的给堵上了 完了 来了 还钱 没有 然后车上订了酒瓶就砸 由于还不上钱 讨债的人和毕天翔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不再拖累家人 毕天翔跑进了村后山 当天晚上 天开始下雪 毕天翔冷得像针在渣 到哪里能暖和一下呢 他想起了前两天 村里有一个老人刚刚去世 生前的衣服和被褥应该就在坟前 于是毕天翔直奔坟地 我就把那衣服垫一下 两串被子盖在身上 就在那里睡一晚上 感觉非常暖和的 我还怕什么 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怕什么 在坟地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睁眼 毕天翔明白一件事 眼睛睁开 我还活着 我只在感觉 我怎么还活着呢 我就觉得我活起来了 我就从现在开始 就要踏踏实实 做一日的事 因为一切太漂亮 一切做过那些事 真的不应该做 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 落魄到睡过坟地的男人 居然在不久之后 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商机 重新拥有了百万财富 也收获了真正 让人羡慕的爱情 从空中俯瞰 这片山林里摆满了一些 奇怪的木桶 就是这些造型奇特的木桶 让毕天翔找到它 重振旗鼓的希望 不知道的人在外地看到 来到说 哇 这个是干什么的 非常恐怖 你看 其实我们遗族走走 背背都是像这样养风的 非常传统的一种 遗族非常传统的 就像这种一样 我们遗族嘛 在自作的大山里 所以大山里的树上 很多蜜蜂 所以蜜蜂也喜欢在树桶里 这是当地 遗族人比较传统的养风模式 将树干的中间掏空 把蜜蜂养在里面 模拟蜜蜂在野外的生存环境 当地人家养蜂 蜂蜜 一般都是留着自己家里吃 吃不完的蜜 也只是拿到本地集市上去卖 毕天祥当年在外地做生意的时候 很多外地朋友会拖他 到遗族老乡家里去买蜂蜜 他想 如果能把自己家乡 这么好的蜂蜜收集起来 肯定会受到外地人喜欢 每年农历三月到九月 是当地农户家里 养殖的蜜蜂割蜜的季节 要割蜜 先要有一样东西 干牛粪 将干牛粪点着 冒出来的烟就会把蜜蜂熏开 蜂巢就自然露出来了 割蜂蜜时 下刀也是有讲究的 要沿着蜂巢自然的结构 一只手在底下拖着 另一只手切割 这样才能获得尽量完整的蜂巢 然而就在记者拍摄的时候 意外频频发生 这是一个点着的一块牛粪 这是什么了 一脚了一脚 现在看到的都是蜂蜜 没有看到蜂蜂 一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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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一脚了 都是一脚一脚的 有的是直的 毕天祥竟然连续三次被遮 第三次甚至直接遮到了嘴上 毕天祥说 这些年虽然蜜蜂给他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但他对蜜蜂是又爱又怕 被蜜蜂遮得头晕的毕天祥 只好躺在地上休息 当年毕天祥就是像这样挨家挨户去收蜂蜜 简单加工后送到当地的土特产店里 这样的土蜂蜜 一公斤能卖到两百多元钱 由于毕天祥收来的蜂蜜品质好 到2013年的时候 他一年就能收入三百多万 当年那个被人追债 睡在坟地里的毕天祥 不但还清了欠款 还收获了一段对他影响至深的感情 他对我的影响真的非常大 我觉得真的找到我那个老婆是我的荣幸 让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蒋惠云做了17年的老师 如今是当地一家报社的负责人 和毕天祥认识三个月后 两个人结了婚 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阳光 比较向上 而且两个人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八折不恼 而且心里面都有梦想 都相信说在自己现在的基础上 以后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 结婚之后 蒋惠云开始帮毕天祥分析 他之前失败的原因 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毕天祥 调整生活的态度 他建议毕天祥服装不要太夸张 要斯文雅致些 经营手势不要过多 朴素得体就好 在外吃饭不要点过多 吃不了的要打包 你跟他忙着我笑一笑 不要太有那些浮夸的 还有急躁的一些东西 脚踏实地地做事情的人 然后能够目光地长远一点 就是说能够接受 你通过努力得来的一些财富 或者是幸福 到现在我记住的人 就层次不一样了 他的品质也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踏踏实实地做事 我想把真正好的蜂蜜 送到客户手中 什么是好的 我说用良心来做的就是好的 在妻子的影响下 2015年毕天祥调整了经营思路 通过一个做法 他将销售额一下子提高到了100万元 拍摄期间 毕天祥接到一个电话 让他赶紧赶到300多公里以外的宝华乡 那里刚刚发现了一个毕天祥要找的东西 由于这样东西在一片山崖之上 摄影师根本无法扛着摄像机靠近 我们只能用手机记录下它 在一棵长在悬崖上的树上 当地人发现了这个两米多长的大蜂巢 当地人叫大挂蜂巢 大挂蜂性格凶猛 即便是有经验的找蜂人 都对它心生恐惧 由于大挂蜂巢体型巨大 人要将蜂巢在树上风隔开 一块一块地取下来 看着那么大 两米多只有这点蜜 因为已经是避蜜蜂 马上就要吃完 如果再过十天来就没有了 要蜂蜜满 要再提前十到十五天来 蜂蜜是满的 现在这里面还有多少大概 这里一个 可能一个七八公斤吧 那像这种蜜的味道和其他那些蜂巢 就比如说什么小挂蜂 什么味道一样 不一样 你看 这个蜜还是满满的就这样就流下来了 对 好甜 它跟小挂蜂不一样 那个花香味比较浓 这个花香味没有那个浓一点 但是这个蜂蜜味非常的重 像这样的大挂蜂蜜 由于非常稀少 在市场上能卖到八百多元一公斤 碧天翔说 每年这个季节是他最忙的时候 他要在云南各地跑 到处寻找最好的蜂蜜 以后的发展就是 随着资业最丰富 随着市场最大化 就是把这个最好的蜂蜜 最野生态的蜂蜜 拧在我手上 资业可否留在我手上 然后我就发业签订 你要好的只能找我 你找其他找不到 碧天翔觉得 像蜂蜜这种产品 最重要的就是品质 谁占有最多最好的资源 谁就能在市场上拥有话语权 2015年 凭借在云南各地收集的 各种独特的野生蜂蜜 碧天翔销售额达到了100万元 为了扩大生产能力 碧天翔建起了一间 920平方米的加工厂 然而 他发现仅仅靠收密 数量毕竟有限 2017年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碧天翔与养殖户合作 建成了100多间蜂蜂 由养殖户负责养殖 碧天翔负责投资和销售 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为了提高人工养殖蜂蜜的品质 他们会将野外的蜜蜂收集 带回进行人工训养 碧天翔说 每到三月份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养蜂人 也要时刻提防一件事 一窝蜜蜂能卖五六百元钱 如果飞走了 这钱也就飞了 怎样才能留住 这些要飞跑的财富呢 躲在那个锅盖里边 为什么会坐在那个锅盖上呢 因为锅盖里边放了蜂蜂 蜜蜂是要吃蜂蜜嘛 闻到了蜂蜂它就找 蜂蜂到哪里 它就跟到哪里 所以蜂蜂蜂就找到了 蜂蜂进去了 所以蜜蜂就跟着进去了 蜜蜂一个抱一个 填满了这个锅盖 养蜂人要小心翼翼地提着锅盖 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蜂箱里 这样一群蜂就在他们的新家里落了脚 等于这个是给他安排的一个新的家 对 放进去就行了 2017年 碧天翔与养殖户合作一百多间蜂场 销售额达到七百多万元 这个曾经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己的男人 通过踏踏实实做事 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在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人致富 从我那次敌落到后来我再次来养蜂 我觉得我心态也非常好 不做我就不做 要做我就要做好 我经常那个听的时候 步步高码 世界最公道 说到不如做到 要做就做最好 看完碧天翔的故事 我的心理意识还难以平静 我们的节目叫致富经 那么碧天翔的那个经究竟是什么 是他发现商机的意识 还是他找小挂风的艰辛 其实他真正的经 就是在迷失和挫折之后 能够彻底醒悟 一改从前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好了 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经常拿着一把刀 出没在大街角下 这个刀用途可大了 他用刀砍核桃 一年砍出六千多万元的销售额 冒险收购 逆势而为 引领产业升级 在别人眼中 他胆大无比 倒白胆 倒白胆吧 我们本地的图画 因为胆子相当大的时候 叫大白胆 他却说自己以前非常胆小 那像吧 很会讲话 胆子也不大 因为一件刻骨铭心的伤心事 他逼着自己变胆大 看云南的启少平 如何变成大白胆 拎着一把刀 砍出千万财富 感谢观看